練習練那麼辛苦 就是我也出去領窮 不是嗎? 不是嗎? 是! 那請問你們要拿什麼東西出去領窮? 那種白爛的態度 是嗎? 不是! 那種不積極的態度 是嗎? 不是! 去年確定沒有打進八強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灌輸他們說我們明年會很辛苦 我們明年要從資格賽開始打起 所以我們等於說從去年的賽季結束開始 就是一直在告訴球員 我們沒有資格放手 因為畢竟我們要走的路是比人家還要更長 又更多的一個階段 那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把自己提升的話 我自己都不敢講我們能走到哪裡 或許他們都沒打過資格賽 所以他們對於資格賽這個東西 會把它想得很簡單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 我就一直告訴他們 資格賽是非常清楚的一個事情 我們一刻都沒有辦法放手 走 下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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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上球還有辦法在那邊想地狠滑怎麼樣的 走 那都不要比賽 都不要練習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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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年的防守沒有像以往來的這麼的穩固 我自己這樣覺得啦 所以我必須要靠可能更多的團隊性的防守 或者是說比較觀念性的東西 所以我有多做了一些不一樣的防守上面的訓練 看看可不可以利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去彌補掉他們在個人一對一的攻守上面的缺陷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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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